大家好我是Mr.Bug 丛丛老师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保乐珠英文叫做Baggering 有人叫他解忧球啊然后也有人叫他指尖溜溜球 那玩法的话其实就是类似像转笔一样只是他是用绳子所以他的变化又更多 当然难度相对之下就比较困难一些 那他原理其实非常简单他就是一个绳子两端绑上重物 两端绑上重物你用罗帽去铲啊或者什么其他的那个小珠子去铲啊 塑胶珠金那个钢珠什么的只要有洞可以绑然后两端是重物都可以 那市面上有卖一些成品那他玩法呢会非常的像Asalato只是他没有声音 就在手上去做一些敲击啊旋转啊缠绕啊然后或者是换子的这些动作 OK那今天呢老师要介绍是这一个用喉拳节 中国节里面的喉拳节去制作的一个baggering 那你会需要的东西首先是16厘米的弹珠 OK再来是2公尺然后呢限径是4mm的线那闪绳通常来讲4mm 或者是你可以用中国节的4号线 中国节的4号线也是4mm啊如果你粗一点的话没关系 你到时候缠绕的圈数就可以少一点 像老师用4圈那你如果用到5mm就可能用3圈OK 那如果你可能用到的是3mm的人就缠绕到5圈OK 那我们就准备好材料开始试做看看那我们接下来换个角度 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制作那弹珠我们要先准备两颗这条线的话是4厘米的线 4mm的线所以待会呢4mm的线我们要缠4圈 首先线呢我们先把它对折抓大概中间中间中间之后呢再多一些些你会比较好 把弹珠夹在你的食指跟中指之间好找好之后呢 我们这边要绕4圈1234 那4圈之后呢我们要去检查一下这1234 而下面这边的话你要看1234也是4个 所以我这条线就不能跨过来 我就要在这地方去做转换 那当我这样转换的时候这条线不能算了 这样就12341234OK好 接下来直的这边四条之后我们横的四条 看一下1 那在绕的时候记得他要按照顺序一层一层的绕 轻轻弯弯不能够交叠 再来一圈两圈三圈 你看像这样子交叠过来 如果是像这样子跌过来 错了一定要这样子一个一个接续一个 那我们刚在绕这个时候绕纸的这个绕手指的时候不用太紧 那绕横的这个开始缠绕弹珠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让他紧一点点 那紧一点点的话呢 等一下你要操作的话就比较好操作 等一下就不用拉太多线 而且也不容易跑掉 好那这边OK之后我们看一下检查一下 内侧这边12344个好这边的话12345 所以我这条线不能跨过来 我这里就要开始穿过去这边 这样的话我们这条这样子穿过去之后 这12344个就OK了 那刚刚提到的这里要抓紧 抓紧之后呢我把这里压好 那记得这一个这条线我们要穿过手指的这个洞 好就要把手指手拔出来 那记得我们在缠绕的时候 这个线一定要是一条一条 就是这样平的千万不能交跌 不然你等一下缠起来会不漂亮 好接下来手指手拔出来 卡的有点紧好拔出来之后 注意哦你看这个会弹掉 所以你对方压好OK 这样压好之后再次检查一下 再次检查一下你看1234 12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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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背面的1234都OK好 再来就是直的就穿我们手指手 刚刚这个方向我们就穿过去 拉回来 穿过去 然后一样哦 我们一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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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千万万要让它 排列整齐不能够让它互相交跌的现象 好那我们看一下现在这边 已经两条 OK 三条 最后一个 四条 好第四条 那要比较特别 要去注意的地方 就是你看 背面1234 OK 这里1233 三个 三个而已 所以我这一条必须要穿过去 穿过去之后 一样压好 好 检查一下 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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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条到时候剪掉就四个 四个全部都是四个之后 好 那刚刚 我们是这样夹 OK 这样子夹 加完之后只有这一个比较松 所以我们就找一下 这线头是在这地方 这里如果一拉 他就过来了 我们就这样子绕绕绕 找到了这个的起头在这里 我们就先把这个先给拉紧 那这个在拉的时候呢 不用拉的非常非常的紧 为什么不用拉的非常非常的紧 原因在于 我们现在只是要先把它的雏形弄出来 弄出来之后呢 我们 等一下要进行调整的时候 会比较好调整 那我们现在这样子 拉完了以后 确定每一条线都是顺的 没有交叠的 OK 这样子我们球紧出来 可是他还是软的 这样软软的 这样软软的 你再拉的过程中 你看这就 可能会拉出来变形 所以我们要再把它拉紧一点 那拉紧一点 顺便调整一下这线 那我尾巴不需要留这么长的时候 我就把这边长度 移动到这边的长度 待会我们要 进行我们的另外一颗球 残绕会比较简单 所以我们就找这一颗 OK 这个这个头把拉过来 好 开始 好 留大约 一到两根收拾手的指幅 就可以了 好 然后这里 压住 好顺着他 一直退 那第二次在退的时候呢 就必须要拉的比较紧一些了 拉的比较紧一些 但记得 但记得 彈珠一定要都在正中央 一定要在正中央 不然的话 他 会很容易跑掉 起来的效果会比较不好看 好 好 那这边绕完四条之后 你看这一条过来 过来以后 他就会转90度 转到另外这一头来 那转到这里来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 注意一下 这个角落在这个 这个转角的地方 不要一口气拉太紧 不然他弹珠会跑出来 你这个可以拉稍微松一点点 也就是呢 我在拉的时候呢 我让他稍微松一点点 不要把拉的太紧 因为他到时候呢 第一个这里把甲扁了 你到时候拉不好拉 第二个 起来之后你这就一个洞 所以你就拉到 有稍微速度这样子就好了 那最后我们再调整 那如果像你第一圈已经拉紧之后 不太好调 我们就可以借由尖嘴钳 那尖嘴钳最好最好就是像这一种 像这个是无牙的 他没有那个齿纹 他就不容易去把它拉到 不小心把纤维给勾出来这样子 纤维勾出来就变很丑 好那我们就这样子拉 那最后这个的话呢 线头可以藏到这里面去 那我们有几个做法 供大家参考一下 我这个还没有拉紧之前 还没有拉紧之前呢 我们一个可以把它拉紧之后 再去做烧的动作 那我的习惯 我觉得这样子 有时候不好看 所以我就会先做什么事情呢 在这地方 先把它剪掉 好剪掉之后呢 这里剪掉之后头剪很短 剪很短之后稍微烧一下 把它压起来 好这样把它压住 确保它 不会露出来 然后刚好在这地方之后 我们再把这颗球 拉紧 拉好 拉好之后呢 你就会看到 这里就只剩一个白白的头 我们也可以把它挤进去 这样子缠了好之后呢 你看我们这一个 线头就完全不见了 OK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第一颗就完成了 OK 第一颗完成之后呢 还记不记得我们要缠绕两颗 第二颗呢 第二颗呢 我们就直接这样抓的 因为这里已经是接近中间的地方 一样 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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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十分钟子之间 加十分钟子之间 一样 一二三四 好接下我们第二颗就这样子完成了 完成了之后呢 这笔多余的线呢 我们要把它剪掉 但我们中间要先去调整 那调整的话 之前都有说过短绳 短绳刚好是你的手掌宽 而长绳呢 就是你打开之后这个的长度 OK 好 那我这次先做长绳给各位看 那我们现在这个还是松的 我们要把线去做调整的时候 我们同时把这个长度做好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长度大概是这样子 这样子好 到这里好 那我们就把它做 做个记号捏着 然后呢 开始收我这个线 好 推到这个位置 推到这个位置 好 到这个位置好 这OK之后好 我们就 开始 把它拉紧一边拉紧一边 顺便把我们的线 推到最外侧这个地方来 好 这样子我们另外一颗就绑好了 然后呢长度这里也刚好调好了 OK 那调好之后 一样我们就是又要把这一个 线球去给它收起来 那收起来的时候呢 我发现这里不是不是很紧 不是很紧的状况下 我就可以考虑再收一次 啊 我就可以考虑去把这里的线呢 再重新再收一次 再收一次之后呢 它就会变得比较紧 比较漂亮 那就看各位各位的感觉 有一些人觉得稍微松松的 它是可以接受的 你看像我这样子一拉 拉完这种切口拳去拉 它就有这个这个空间跑出来 那就表示 表示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其实没有没有拉的很足够 你看老师刚没有用 那个斜口拳去拉 它的松紧度就没有这么高了 我们再调整一下 你看我们这样调完之后 它又多出这样的线 好这样子ok之后呢 我们就要把这个线头 一样再把它处理掉 那处理掉之后 你会发现我们如果是单色的话 还是一样 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稍微把它拉出来 把这拉出来 这里 拉好之后 拉开之后 这个 一样 线头 剪掉 剪掉之后 稍微烧结一下 啊如果你比较龟毛一点 你可以甚至可以把这头 白头再剪掉一下 剪掉之后 剪掉之后呢 再去烧 那烧的时候呢 就把这些蓝的 去把它 压合进去 好 这样好了之后 我们就把它一样 一样 拆进去 像这样子 拆进去之后 这里 拉紧 拉紧之后呢 我们 再把它调一下 这样子 我们的 猴拳姐的baggery 就完成了 ok那这里的话呢 多余的绳子 我们可以先留着 到时候可以做 像这种 双色变化的时候可以用 ok 那这都是单色的 这种双色的 双色的 OK 甚至只会介绍这种 用龙木解去制作的 ok 那大家试试看吧